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安迪 如果你有看我的频道 其實你都知道我很喜歡 操作一些交通模型 但是在現實的香港來說 寸金尺土 模型不可以處得太多 也都很難有些什麼新的玩法 所以唯有是 寄望在這個虛擬的世界裏面繼續玩 現在我最近在玩一隻Game 就是Transport Fever 2 這個其實就是最好 暫時我覺得比較寫實的一隻Game 它就比較focus在鐵路 和公路的運輸系統上 那我會接下來呢 就跟大家示範一下 這個Game究竟有什麼好玩呢 那我們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好啦 我們今集開始呢 就示範一下怎樣去做一條通勤鐵路 那所謂通勤鐵路呢 就是說好像我們香港火車地鐵一樣 那單次會比較頻密一點的 那我們今次選一個比較大的地圖去做 那... 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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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隨便幫他起了點名 然後呢,首先我們第一步就是要建一個火車站 火車站其實有分火車總站和不是總站 其實沒什麼所謂的 但我就會偏向這裡不用總站 因為呢,如果用總站的形式的話 它會變成挖督,而抗承其實就不方便 由於我們今次是示範,所以不用弄這麼大 所以到我做了,就開始弄兩個月才 那就普通速度,那就有天線的 我們要將那個斜站,就要近馬路 那如果你說...黏不上馬路了 有天線的馬路的話呢 就可以自己幫忙 就可以用這個... 自己幫忙 那為什麼要建兩條路軌呢? 因為其實...我們要做來回線啦 那所以呢,兩條路軌呢 其實就比較方便一點的 那就不用做一個避車的動作 你還沒動 我還沒動 你很安排 你很害怕 你還沒動 你還沒動 你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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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會死 我還沒動 你很累 我已經抽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ändern得 hologram 到形成'red 行在合作 THEY 出来 用烙軌漑要禁止 那這路軌呢 我們這次是普通軌軌 Standard的都可以 因為我們這次在通訊鐵路呢 那個移車速度都不會太快的 而且車站和車站的距離呢 是比較遠的 所以呢 它都未加速到那個速度 其實都已經到達了 那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玩淺的狀態之下 那你就可以省回遊客的錢 那特別我這次就不是玩淺的狀態 所以就沒什麼所謂 你可以起一些超高速的狀態 那你記住呢 你那條路軌呢 要對正那個月台 如果不是的話呢 你一陣子的車呢 就會討斷了六百下再來到 那條路軌呢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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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的啦 好啊 要我說一下 對筋腌 要到爬湯 就很強的 我看到了 沒問題 太加油又溫暴了 太快了 他還是在爬湯 太快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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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原來我們已經到終點站了 那就不用再現場了 我們現在只建了單位 我們其實是需要雙位運行的 那呢... 啊... 漏了雙水味多一點 好 那你會發覺呢 有時起一下呢 有些障礙物 有些建築物在這裡 那你就需要越過 那我這個就先起到這裡 那這些橋呢 因應你自己的預算 那它有石鐵 還有一些鋼鐵 那... 那...當然啦 越貴 它的速度就會越高 那我們這次的普通速度 好 好了 我們現在已經完成單櫃了 那我們其實呢 就要買另外一條... 線而已 那 ... icheath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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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軌拉回直到河南,拉回一條河南 好,建完路軌,來回先建好了 好了,我們要設置燈號 因為我們來回線這樣走的話 如果你不設置燈號,車是會撞的 好了,我們首先要決定列車方向 我一般的習慣就是右上左下 所以列車是從這個方向去 所以我們方便的話 就從這個視點去設置燈號 這樣就會比較方便 就可以了 就不會咬我 當然啦 你喜歡可以 調轉也可以 這邊設置燈號 這邊都需要有一個燈號 因為呢 這個是預防列車進了站之後 有另一個列車到的時候 就可以在這個方向等候 好 好了 由於這條路軌其實比較長 我們中間呢 我們也喜歡前線多一點的燈號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呢 就是說 等下列車通過了之後 後停車呢 可以不用登這麼久呢 就可以再通過這個路軌 如果你設計得 設置燈號太少的話呢 那它就要等很長的時間呢 它才可以通過這個路軌 那根據你自己個人喜好 那我大概 你看一下 現在我的 間區呢 就大概 大概 這麼長左右 當然啦 去到車站呢 那都是我們 後來我們到前線 都在這裡 那如果 如果中間有些隧道或者橋樑的話 其實隧道和橋樑都可以前置根本 大家看這個遊戲是很恐怖的 放水去這個遊戲 放入洗澡 放水到碟裡 放水打排水 把水打發出來 好了 到這邊的總站 由於這邊是單月台 我們其實都需要遲遲 我們通常去到這些快要交會的地方 就要遲遲 好了 我們放好燈後 我們就需要多建一個建築 這個建築是什麼呢 這個建築其實是一個車廠 我們把這個車廠設計上去 然後就用路位時光圈 哎呀 不行 可以打走 我們就亮了 車廠都放一個燈簿給他 下一步我們就買電車了 我們首先就買... 我比較喜歡用EMU 由於我們這次只有4個站 我們不如買飯家吧 看看那次可以更均勻 好了,買了之後我們就先前置路 我們先繼續做 不要拉 我們又上水開出 看這個站在燈簿 大家留意月台 因為我們又上了網民 所以這站在右邊的燈簿 我們現在要去燈簿 再來這個站 大埔 好像漏了一個太和 不要緊 我們可以加回 太和之後才大埔 對了 大埔之後 去到這邊的中站 就是沙田站 方便一點的話 我們轉轉 這樣看 由於它是反方向 我們現在也是有左落的原理 我們去到沙田之後 再翻翻這個大埔 就會是在2號月台 不要去到1號月台 不然就不通的 還有有機會會坐下 太和也是 太和也是 好了 我們完成了這個路線的前置 已經 完成了路線前置 我們把這車壓 塞回 去火車路線 那裡 全部 可以繼續拉開 好 現在 我可以加個快速 打好 快速 打好 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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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在娛樂上站那裡看著車子從廠那裡出來,然後就出發 好,我們先看看第一輛列車已經到了泰皇站 我現在在這個大埔,我們的車還沒出光 出光了,寶桃8架 其實這次說我們有能力可以再加車 因為它現在才去到大埔,我們已經出到8架車 我們平時的線路,炸彎這樣看,是可以用到10架車 我們換大一點吧,不如 剛才買了8架,我們現在買多10架,試一下 反正都是不用錢 全部都放在1架 我們首發的列車應該去到對家了 差不多是沙鐵站 對啦 我們現在已經做到對面的中間了 我們現在就調校花回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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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